那首先的話,因為今天是最後一天上課 所以我們可能要做一個Ending 那今天的話,基本上就是來看一下證照考試題的部分 等於是上個禮拜,基本上就是把那個像爬蟲部分再深入一些些 你會發現,其實爬蟲的難度 其實越後面越難 那你說還有沒有更難的爬蟲?當然有 因為網路上太多的變化 那當然,這有點像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所以假設它開放後你抓,那當然就沒有線 像開放資料,它如果給你的是CSV,或JSON,或是XML 那當然你很容易就抓得下來 但如果說它今天網頁上面雖然看得到 但是它有一些方式可以阻止你,讓你不能抓到資料的方法 其實還蠻多的 諸如就是說,它可能在裡面放一些JavaScript 像你會發現,我們之前有個範例像台銀的外匯 你看它縮小,它就自動怎麼樣? 它縮小之後,它其實裡面的資料就改變了 放大資料,欄位數又增加了 所以其實它其實背後呢,或多或少啦 它會用到JavaScript去變更那個資料的相關像是類別 讓你沒辦法抓到你要的資料 所以有的時候,這些相關的知識,假設你沒有更新的話 那可能就會造成說你抓資料,會造成抓不到的這個問題發生 不過當然,有沒有方法可以抓?當然有啦 如果說有些相關比較複雜的 我建議各位,後續有些我沒有時間講到的話 你們可以自己再稍微再看一下 後面像比如說,抓資料的部分 後面其實我們是講到那個0606,0607,0608 其實這邊還有相關的東西 甚至呢,如果你要爬取什麼? 爬取網頁裡面的圖檔 其實像之前有同學,我們好像上課有講到 有關那個網頁上面的圖檔 那我一樣是找那個什麼TQC Plus的官網 不過因為這個東西恐怕時間上要講的比較多 所以如果各位興趣的話,可以延伸自己學習一下 上面程式碼都有了 比如說我想要抓什麼?抓那個施陣容這張照片的話 要怎麼抓? 也許我們先從簡單的開始 而且還蠻簡單 第一個當然你要先知道說它的路徑在哪裡 有沒有 而且呢,你知道它的圖檔是.jpg的圖檔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 第一個,把它的網址 怎麼知道它的網址? 其實很簡單 按右鍵檢查 你可以知道它的網址在 它的這張圖放在哪裡 那第二個的話呢 其實在用底下這三行 你會發現這三行其實還蠻熟 應該有影響吧 F等Open 意思就是存檔的意思 反正以後存檔方法都一樣 那之前我們是存csb 那現在是存jpg 那有哪些地方不一樣呢? 其實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副檔名一定要點jpg 第二個的話,後面本來是寫入的話 我們用w對不對 不過因為圖檔是一個bineal 二進位的檔案格式 所以我們用wb 另外的話呢 怎麼寫進去? 之前的write 我們是writes 現在的話是write img.content 什麼叫img.content 意思是說那張圖 實際上它是一個二進位的圖檔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寫進去 OK了 所以如果利用這個方式 把圖檔抓下來 圖檔有沒有 我們用request get 前面的話呢 直接就放在img這個物件名字 我們之前是抓 程式碼的話是html.txt 是抓文字 但是如果你要抓圖檔的話 記得喔 它是給它一個名字 裡面的內容的話 就是點content 就把它save 那這一張圖檔呢 就會被下載下來了 OK 所以你可以把這五行程式 複製貼上去run一下 你會發現 它就會把施政榮先生的檔案 給抓下來到根目底下 理論應該沒有問題 那另外的話 還有一個範例 這個範例就是抓那個什麼呢 也是TQC官網上面的那一些 就是好像它有一個相簿吧 上面很多圖檔 而且這個圖檔好像 那個項目有六個配取 如果六個配取 假設你以前要 第一個一個抓的話 那可能會花蠻多的時間 那如果說你要一下子 全部抓下來的話 很簡單 跑個回圈的事情而已 有沒有 所以喔 那抓的方法 我會把底下的程式 其實非常簡單 程式不過大概就是 二、四、六、八行程式 就可以把那個 這個官網上面 這個官網上面 如果我們今天需求這樣 這個官網裡面的這些 總共會有二、四、六、八 十二張圖有沒有 總共六個配取 有沒有 第一個配取 第二個配取 那你會發現喔 它跟那個大樂透上 那個有一個類似的 這個 類似的這個用法 就是說呢 它是用什麼 有沒有一個問號 後面呢 加上什麼 一個參數 這個參數的話 有沒有發現 這個參數是oc oc等於t 這個不變嘛 然後呢 and後面其實會變成這個 p如果等於1的話 那就是第一頁嘛 那不是同樣道理嗎 那如果第二頁 不就p等於2嗎 所以你點這邊2有沒有 p就等於2了 所以呢 我們同樣的道理 就類似仿照那個大樂透 這個有沒有 那個資料下載 就跑個回圈嘛 for eye in range 這個range範圍就1到6 那這樣的話 不就是 可以讓那個什麼呢 這個頁面 自動跳下一頁 自動跳下一頁 跳下一頁之後 就把那個土檔存起來 土檔存起來 那六頁的土檔就會 全部被儲存起來了 OK 程式碼在哪裡 程式碼在這裡 各位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其實也不難 那就找到它那個什麼 它的土檔位置 然後裡面的img 指的就是它土檔的路徑的那個 這個位置 然後呢 get成它的src src就是它的什麼source 就是說它的路徑 然後呢 我們就分別把它儲存起來 那就完成了 所以其實這邊的話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稍微練習一下 那這個是 就是爬那個網頁上面土檔的 這還蠻好用的 你們回去可以試用看看 改一下就可以了 反正把這個當範本 程式碼不多 但是效用其實還蠻大的 所以回去找找看 找一個比較簡單的 如果實在找不到 你用tp去官網 我覺得這個官網 還蠻可以拿來練習的 另外的話 還有就是像0608 這個0608做什麼 其實跟各位講 這slinia 這個slinia 其實 它的那個 它其實 前置作業還蠻複雜的 因為必須要安裝這個東西 但是裝起來之後 它有個什麼好處呢 它有點像是 Essail裡面錄製具集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那個什麼 比如說你那個 瀏覽器經常要抓的資料 必須要點一下 然後下拉之後 按確定 它資料才會更新 對不對 但是呢 你要把這個程式寫出來 很複雜 所以呢 有一個slinia 它就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把那個動作 錄下來 可以把那個動作怎麼樣 錄下來的程 它會產生 它這個slinia 會產生對應的程式碼 你就把那個程式碼 加到你的那個 Python的程式裡面 它就會幫你去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喔 比如說你要訂票對不對 訂票可能要好幾個動作 那你可以把那個動作 把它用slinia 紀錄下來 紀錄下來之後呢 再把它放到程式碼裡面 它就會work了 OK 不過 跟各位講 難度還蠻高的 不過 我有把那個重點都紀錄下來 所以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回去再自己再玩玩看吧 這個還蠻花時間的 那 怎麼做 這上面都有啦 OK 好 那 大概就是講到這個有關爬蟲啦 其實這個水很深啦 就真的 你要能夠成為一個爬蟲高手的話 我想這已經是一個還蠻專業的東西了 如果你有這項技能的話 無論在各個行業 其實應該都會用到啦 因為現在哪個行業不會去抓網路上的資料 理論上都會 而且還蠻多的 像金融從業相關 我發現還蠻多 像金融 會率啦 補市啦 期貨啦 金融商品的相關資訊 而且有國內的 有國外的 有沒有 光國內都一堆了 更不要說國際的 其他還有像媒體業 有沒有 像新聞從業 你會把網路上資訊太多了 等於是一天產生的資料量 我想如果你 假設還在用以前的方法 在Ctrl-C、Ctrl-V 你永遠跟不上 為什麼 太慢了吧 對不對 你要一個回圈跑完 所有東西都下來 像剛剛爬網頁上面的所有圖檔好了 如果你在複製 不要 你要抓的話 就按右鍵另存圖檔 一個圖 兩個圖 你能存 而且如果他下一次又更新那個頁面的時候 那你再來一次嗎 可是如果你用爬蟲的話 好處就是 你做一次之後 又一勞永逸了 為什麼 因為下一次再執行 塗檔又下來了 有沒有 他如果更新資料 你又執行 但是如果你土法練鋼的話 又悲劇了 為什麼 你又要再來一次了 所以永無止盡 做這些動作 所以眼前看到 當然是你會發現 對個人來說 解省太多的時間 提高效率 但對企業來說 哇 不得了 如果公司每個人都會這些東西的話 那整體的 這個公司企業的效率 應該不得了 好 所以這部分的話 提供各位參考 然後 另外的話 前面講過的影片 其實也都在 雲端上面都有 在我們論壇裡面 其實都有 第九次 所以這個每次都會有一個完整的教學影片 而且每一次我盡可能的都把它錄得完善 然後呢 裡面基本上 現在習慣也都會把它加掛那個字幕 雖然字幕好像翻得不是很 有些錯誤 那我跟各位講 那個字幕產生也是用Python產生 因為Python它裡面 可以自動幫我把語音辨識成文字 然後再轉換成字幕 我才掛上去 那以前如果說呢 我要用人工的方式來做的話 哇 不得了 光做這些事情 比我上課花的時間還更多 因為我要一邊聽一邊打 有沒有 暫停 一邊聽一邊打 暫停 那我要花多少力氣啊 而且之前好像有那個字幕的廠商 他好像有傳價碼給我一看 一次好像要兩千塊 就是一個小時的那個幫我做字幕這個動作 那我上課的終點費都給你就好了嘛 但是他們其實是有些YouTuber懶得做嘛 他會想說 那就外包給人家做 其實他字幕是蠻花時間的 所以這個我是用那個Python轉換 然後他是去連結到那個Google的語音的外掛 因為Google有一個語音外掛 他也是一樣有open出來 那他也是去轉換之後把結果拋回來 我就可以把那個字幕 語音變成文字 至於細節啦 你們網路上搜尋一下 應該也可以找到相關的資料 你把它掛上去你就這個功能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那個Python 其實很大的一個特點就是什麼 他的外掛非常多 那最重要的是你要會基本的語法 再來就是如何安裝外掛 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哇那Python的延伸其實就非常非常的大 那只是說很花時間到真的 如果你對於程式部分不太熟悉的話 真的還是需要花時間 那我是覺得學習程式有些部分是真的是一勞容易啦 那你說後續的效益我覺得也蠻大 因為未來齁 因為未來齁 市場上其實蠻需要就是 具備有這樣的技能的人 而且還需要跨領域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單單只會寫程式 不懂其他領域的專業 其實大概也是會有個問題 因為你不懂你不會做 那最好是什麼 你本身就有這方面 那你又具備有程式設計的技能的話 那更好 而且你用這個守守 那是最最最最棒的 那問題這樣的人真的是 真的是要可遇不可求啊 很多人是希望馬上趕快把程式學好 但是你說程式有可能速成嗎? 你會發現呢 你們今天學這麼多 尤其像其實我們這個地方是兩個階段的課程喔 你就可想的兩個階段課程 其實我們已經上來蠻久了 好幾個月了 但是你說馬上學會嗎? 你朋友應該馬上忘記比較多吧 隔天 那你前一天上課的東西應該都忘 所以跟各位講啦 這東西其實需要記的東西太多了 但是也不是說要叫你強記啦 我的習慣是這樣啦 盡可能把資料收集 需要的時候一定要找得到 這點其實還蠻重要的 所以呢 我每次上課一定會做詳細的紀錄 包含就是說呢 我的影片 有沒有 裡面有聲音有畫面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的那個什麼 程式碼其實雲端上面都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講的東西 都可以在這上面找到 那至於那個初階班的東西 因為有些同學不知道有沒有 初階的內容 有沒有這個學得好 如果學過OK的話 其實可以 再把前面的東西複習一下 那之後的話當然 也許今天課程也許最後一次吧 不過我覺得也是 結束也是另外一個開始 我是建議你之後的這個時間 禮拜二的也許你可以拿來 就是練習Python 也許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想法 好 那所以再來的話 今天請各位幫我開啟那個 這個Python3的擷取分析 裡面的第三類 先把題目先稍微看一下好了 那我們先看那個301 301這題 其實它這邊 基本上要我們做出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 它其實題目本身已經提供給我們相關資料了 然後呢 它要我們做出總共幾個設計需求 第一個的話 就是什麼呢 輸出全部學生的成績 然後呢 行的標題設為科目名稱 行這個地方指的是應該是藍的 列的話呢 指的是每個人的名字 也就是說呢 上面這個藍位名稱呢 就是每個科目 每個科目其實就是什麼 國語一直到這個什麼社會 然後列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總共四個學生的名字 所以呢 當然呢 我們前面一直強調 那個Pandas裡面最重要的一個物件 就是Data Frame Data Frame的話 其實有點像 其實感覺真的有點像資料庫 也就是你要先建立那個Data Frame 那Data Frame基本上的架構 總共有幾個 總共有三個東西 上面這個區塊叫Colens 這個區塊呢 叫做Index 那這個中間的部分就是Data 而且中間這一塊是二維的串列 那當然還有這一題 它其實題目已經給我們就是要的東西了 先幫我弄好 那它只是要我們做什麼呢 第一個 幫我輸出後二維 後二維就是倒數兩個學生的所有成績 就是這兩個 小零到小美對不對 它只要小成到小美 這兩個 所以第一題 第一須求是這樣 那第二題的話呢 是將什麼 自然的成績做D減排序 所以第二題要考的就是說 你會不會做排序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什麼 將小黃的英文成績 所以小黃的小黃在第二個 英文成績應該是56分 它是希望把它改成80分 所以其實這邊的話 有點像資料庫的概念 資料庫第一個Data Fund 就是建資料 有點像建資料表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什麼 它要做資料的輸出 有點像是查詢 有沒有 然後再來什麼 排序 這個地方最後是修改 修改指定的那個學生的某個成績 它該怎麼做 主要有這個四個題目 它要我們完成 所以第一個啦 我們先把資料先全部列出來 那請各位可以在網路上找到 因為今天時間比較有限制 所以直接來看一下那個 我們的那個程式答案 OK 解答部分 那這個解 這一題的解答 基本上 是會是在第三類的 所以你們可以在第三類裡面找一下 第三類裡面的 看一下應該是在 這個是題目 第三類 在這裡 那因為上面我是有用那個 read read csv 不過我們先跳過 因為那個部分相對複雜 你們可以看到標準答案 這個地方 第30頁的地方 那就主要是這一段 就是這一題的答案 在這裡 那我們大概直接來看一下 第一個 我把這個 Ctrl C Ctrl V 過來好了 那接下來的話 它這個就是將來呢 這個 假設啦 針對證照的題 它已經給我們一個 這個題目 那另外的話 其實它有些 將來考試的時候 這個是完整的答案 那考試 如果是針對考試部分的話 它其實還蠻容易的 你會發現 它需要填的其實很簡單 主要就是說 黃色區域的這個部分 你可以看一下 標準答案的右側這邊 有那個綠色的那個區塊 實際上就是將來 如果你在考場的話 就是綠色那個部分是空白的 也就是說 你要把綠色的地方填答案就可以了 也就是你會發現 基本上 八層的 八層的層次都給你了 你只要把剩下的兩層的 有沒有 而且喔 我是覺得它這個 考得還蠻容易的 你怎麼說呢 比如說你會發現 這個input 怎麼呢 input pandas as pd 那你會發現 它上面其實也有註解 所以你要把註解複製過來 不就有了 然後呢 pd.datafram 括弧 那第一個一定放data 所以把data拉過來 這個colons的話 就是把這個拉過來 那把index拉過來 那不就有了 有沒有 那再來的話呢 後面就是 剛剛講的那幾個題目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先把那個第一個完成 我先把底下這些先註解掉 那比如說我們要print的話 基本上就是把那個 這個data index colons都有 最後建成一個data frame 就是把1、2、3放過來 然後把它print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喔 第一個層次需求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把這個東西列出來 它的那個colons 總共有五個欄位 四個學生 他的成績在中間 ok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就是說 後面還有三個問題 他的問題就是說呢 他要我們怎麼樣 後二位學生怎麼列出來 然後怎麼樣做d 針對成績這個欄位 做d減排序 然後呢 把小黃的成績做變更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